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在平安的人需要帮助有难的人 我们何其有幸生活在富裕的国家 可以远离战争与灾难 但是生活在伊拉克或叙利亚的人 为了远离战火必须远走他乡 成为颠沛流离的难民 在约旦边境的难民营 每天仅供一餐 而在那里的老人小孩 常常因为营养不良而无法存活 所以在约旦的慈祭人 长期持续关心叙利亚难民 而在得知联合国难民署需要慈祭援助物质后 决定在2月中旬前往约旦 叙利亚伊拉克三国的边界 进行难民物资的发放 约旦的慈祭人准备了1500份的水和粮食 以及保暖的毛团前往发放 凌晨三点钟就出门 而这一趟路总共有350公里路的遥远 当抵达边境的时候 住坊军队应没有接受到指令而阻止 虽然经过协调 他们愿意放行 但是还是顾虑安全 再次的劝阻 要求先把物质留下 但是慈祭志工 坚持尊重职职的原则 反而说服了军队一同前往 现在就让我们静下心来 一起来聆听正眼法师 在2月23号的志工早会开示 讲述这一段经过 四年多来 西里亚 西里亚 伊拉克的难民 还是不断在增加 尤其是西里亚 在将近五年的时间 这种的承担很苦 尤其是最近联合国难民署 向了慈祭求援 希望慈祭能帮助在难民营 三百多公里外的边界里 的难民营伸出援手 慈祭人啊 评估啊 也是呢 真是不忍心啊 还是不断的新的难民逃难道 这样的一旦里来 所以在几天前啊 就是2月中 一旦的慈祭人 就准备了一千五百份的救济品啊 这种花旺的物质 供应的水啊 营养的粮食啊 等等呢 已经装上车上 就是要走过了这样的沙漠的 很难走的路啊 要到了边境里去 寄会领导了好几位的志工菩萨 要走过了颠沛的 很不好走的路到了边境啊 可是呢 在这样的边境里啊 还有伊拉克 还有伊旦 还有希里亚 这样的三角的地方里 那就是边界要通行啊 好像很困难 寄会还有呢 当地的志工 一直呢 要通过这样的关卡 怎么说都不放心 可是呢 此计人意 联合国的要求的他 回去不可 到了最后呢 在这个边界关卡就说 你人气可以 可是呢 物资不能放行 他说这样是很危险 因为呢 在当地 有伊拉克的难民 也有希里亚的难民啊 这么庞大的物资要过去 很危险啊 人可以放行 可是呢 这个物资就留着我们代替你们去画放 可是我们的志工菩萨 用卵实力啦 跟他们解说 持续呢 所花放的物资 就是要亲手 能送到啦 最需要人的手上去 那一直呢 说到啦 这样的原则呢 的坚持啦 反而在这个边境里的边防的人员啦 他就说 你们这样的诚恳 你们这样的原则 这样的直接救人的 实在是很令人感动 可以放行 但是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 不只是能放行啊 通过啦 还得到呢 这个军队同行 很感恩喔 慈爱啦 虽然是 因为女子呢 她也可以这个时候 那样的勇而承担喔 那去跟军队沟通啦 一直呢 说到啦 让他们幸福同行啊 去画放 这都是爱的能量 他们的爱心 已经从多少年来 不断的付出 一直到西里亚 将近五年的时间 来来回回 不只是呢 在边境里的付出 还要陪伴 他陪伴了的难民啊 长期有孤老无医 病苦人啊 孤寡人啊 他们呢 也有这样的长期来啦 不断的关怀的 每个月都花放 这就是长期关怀付喔 也是呢 每个月去花放的 看看他们 要通过关卡 虽然那么困难 因为他们的诚 付出无所求 那样的诚恳呢 也可以通过 不只是路口通 还得到呢 精队的保护啊 到达了难民边界去画放 可见呢 这份诚意 大爱的菩萨情 在在呢 都可以通达 不只是通达诸法 也通达 这一番的菩萨道 此际中门人间路啊 条条道路呢 虽然都有关卡 但是呢 条条道路都可以通 这都是感动的事情啊 感恩正眼法师开示 爱不分远近 只要撒下爱的种子 就能够渐渐地扩大到还愉 这就是慈禁五十年的过程 大爱之道 广批还愉 长情之路古往今来 哪里有需要 慈禁人就往哪里去 同时也会一直持续 陪伴在需要人的身边 拉长情 扩大爱 在人人心中 撒下爱的种子 也让人间 绽放希望的花朵 而慈禁大爱的理念 也着重在教育方面 所以慈禁发展出 以爱为基础的完全教育 希望人人能够自我管理 也就是自爱 而不只自爱 还要爱人 正眼法师曾经说 自爱是报恩 爱人是感恩 所以要教导孩子 懂得知足感恩及报恩 为了让听众朋友 更深入了解 慈禁特殊的人文教育 以及着重在品格教育的特色 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请校长详细介绍 慈禁大爱小学的缘起 以及他的特色 同时访问的几位 就学中的小朋友 以及教中文的王老师 因为他非常注重 让学生在 不要有压力的环境下学习 所以每位小朋友 都非常喜欢学中文 除此之外 慈禁大爱小学的老师 注重的不是按照课本来教学 而是根据小朋友的 学习状态来教他们 今天我们将继续访问 正在上课教英文的老师 他又是如何来教小朋友的呢 我叫Mary Carlson 那老师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说您是用什么样方式 来教小朋友 其实我教小朋友 每天都不一样 真的每天都不一样 因为就小朋友的脾气 可能每天也不一样 所以当一个老师 就希望你每天可以 就了解他们的情况 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有进步 也每天都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你要帮助他们 就是拿着他们的手 跟他们一起走这条路 所以每个小朋友 就看我们这个班 每一个小朋友的能力 现在是不一样的 希望他们都可以 发掘自己的一些特色 一些能力 觉得你在这个小学教的 跟其他学校的 私立学校教的方式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当然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你看别的学校 不一定会有就人文课 或者就华道课 或者那个查道课 我去年因为很忙 都没有特别去 我们的人文课 可是我今年因为带着 那个幼儿园 所以我每天配 我每一次 他们每一次上这个课 我每一次配他们上课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 特别是那个华道课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去了解 外面的文化 还有花 我们为什么要很爱大自然 我们为什么要去享受 呼吸 这些很 就是最小的小朋友 很难学习 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一些情绪 可是如果你去那个华道课 你真的可以让他们很安静 可以让他们 就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大自然 还有一点就是他们 因为他们在学两个语言 我们有一个机会 就可以让他们更了解 两个不同的文化 像现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学习很多 跟过年有关系的词 然后他们很开心 就是可以说12个生肖 然后就一些歌 过年的歌 然后就没有这个背景的小朋友 也可以去了解中国 台湾有什么文化 有什么特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 所以你教学的话 其实是根据小朋友的特色 是 而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教学方式 还是是有 还是是有一个方式 可是你有这个方式 可是你不考虑到每一个小朋友 就你不会成功 每一个小朋友 可能那天当天的一个能力 是不一样的 现在因为我们 这两个礼拜一直在看 跟过年有关系的英文书 然后我们学了很多词汇 比方说 Dragon Lion Chinese New Year 这些词 然后今天他们要画 他们最喜欢的哪一个部分 然后也要写一个剧型 所以一般五六岁的小朋友 刚开始就学习 那个音是怎么样去写 然后他们刚开始拼字 所以每一个小朋友的能力不一样 有的小朋友写的一句话 可能是比较短 有的写的多一点 因为他们能力不一样 所以有的小朋友 像这个小朋友说 I like the dragon 就简单一点 然后因为他非常喜欢那个龙 他就 他用这个exclamation point 就让大家知道 他非常的高兴 而且他就是 觉得过年很好玩 然后有另外一个小朋友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 他就自己拼了这个 I like the fireworks and firecrackers too because they will explode 所以某一个地方 就是在某一个地方 他们是去了解那个过年 可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一样 我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 他们要写什么 所以你可以从小孩子的 这个作品当中 去知道他们的能力在哪里 哪方面该加强 哪方面该 该这个explorer出来 这样子 对 不然的话 他们就觉得你压力太大 压力太大也没有 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对 你一直交给他 你不晓得他学到的什么 对 对 像这个小朋友 他没有放句号 所以我可能要 让他过来 所以你就可以很自然的 让他从画画当中 学到这个句子 而不是很刻板地告诉他说 我一句话 要句号 要什么号 要什么样的 要ending就对了 因为如果他们不会拼字 那你为什么要教他句号 可是如果他整个一个句型 都非常好 他应该有句号 所以如果他没有开始拼字 你就根本不要教他这个地方 你要从那个字幕开始 发掘每一位小朋友的特质 加以辅导与其培养 让小朋友能够尽情发挥所长 同时也能够快乐地学习与成长 正是慈基大小学 采取小班教学的特点 但是站在学生家长的角度 他们心中有什么看法呢 一位学生家长因为要搬家 无法让小朋友继续就图 慈基大小学 但是他感触很深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Sabrina在慈基已经是第三年了 今天是Sabrina最后一天在慈基 因为我们要搬家 不可以继续就读 心里非常的舍不得这么好的学校 从Sabrina三岁进来慈基 看他每天一点一滴的进步 每天下课跟我分享 学校老师跟他们小朋友做的事情 就觉得慈基的每个老师 还有师姑都超级超级有爱心跟耐心 学校也让他们在小小年纪 就学会了很多我们中国人 优良的文化 像是每个星期都会有的花道课 茶道课 还有手语课之类的 这些都是在美国一般学校里 没有办法学到的知识 我非常喜欢慈基的双语教学 Sabrina那时候刚入学的时候 一句英文也不会 那到现在她的英文非常好 而且中文也学会非常多的单字 一些基本的中文也懂得看跟写 那在慈基的这几年里面 我觉得我每天都过得好开心 因为我知道我的小孩 在一个非常优良的环境中 学习跟成长 很庆幸当初有这个机会念慈基 然后慈基真的是一所 非常重视知识学习 然后也是更重视情感教育 跟人格教育的一所好学校 虽然Sabrina必须转学 但我们相信 她在就读期间所培养的良好品格 会根深蒂固在她幼小的心灵中 让她健康茁壮地成长 当天我正好在学校门口 遇见有一位家长 刚好来接小朋友下课 那我们请她来谈谈 她为何选择 让小朋友上慈基大爱小学 那以及她对这所学校 有什么看法呢 我叫Angela 我小孩子叫Max 她是大爱小学二年级学生 二年级学生 好 那那个Angela 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 您当初怎么会决定 要选择这个慈基大爱小学呢 当初会选择慈基小学 是因为她有双语的教学环境 那我们希望说 除了在接受美国正式的教育之外 美式的正式教育之外 她还可以接受中式的教育 原来是这样子 那这附近没有其他像诸如此类的小学吗 其他的私立小学 我们有去看过好几家 可是中文课并没有包括在里面 是另外要在家的 那在这边的话 她的中文小学 就是她的日常课程的一部分 对 我们觉得说 因为她年纪还小 所以希望她在年纪小的时候 打好一个中文的基础 不排斥学中文 所以希望能够变成 学中文就是她日常生活 日常课程的一部分 那您觉得你的小朋友 在这边上学之后 回到家里跟你有什么样的互动 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她最大的改变就是 她愿意去跟她爸爸讲话了 以前她小时候是 因为在学校讲的是英文 所以爸爸讲的是国语 所以她回家的时候 她的国语的词汇量不够多 所以她比较不愿意 去跟她爸爸沟通 那现在在这边 这边学了一年以后 她回家 很明显跟她爸爸聊天的 那个时间会多 然后也会聊了很多 是 对 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说 你说你很注重的是说 这个你小孩在这边 学到的有中文 不只是有英文方面 那你觉得她学了中文以后 然后在生活上 她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在这边小孩子很多是排斥学中文的 那她比较不会排斥学中文 而且她愿意去看中文书 然后虽然她还不是看得很懂 然后平常在玩的时候 她会把学校在教的中文歌 她会拿来 平常在玩的时候会拿来唱 然后她平常也会把三字经当作 耳歌在那边再唱 当成耳歌啊 对 所以她在平常 她就很自然的就把中文 就是当作她生活的一部分 也知道她那个是 她自己的语言的一部分 所以她在她的心里 她就觉得英文跟中文 都是她的语言 那她在平常生活上 她也自然的就会用到 中文去跟长辈沟通 这点非常的好 她在这边的中文学校 有教一些中国古文方面的 像三字经 像唐诗三百首 是在外面的中文学校 比较少教的 那我记得她去年 去上别的学校的 Summer School的时候 她有在 有在课堂上秀了一段 背了一段三字经 让别的小朋友都很惊讶 觉得她很厉害 所以她就 因为这个三字经 所以她在那个Summer School 她变得很popular 因为很多小孩子都不认识三字经 对 在这个同年龄 对 她是唯一一个在学校都知道 那也像当初那个Summer School的 那个中文老师很惊讶了一下 因为现在很少小朋友会背三字经 对对 这样子真的是就是跟同年龄的小朋友 有点不一样 还有没有其他就是在你小朋友身上的故事啊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想要跟我们讲的呢 我觉得 慈禧小学它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让高年级的学生去很 照顾低年级的学生 所以这就在外面公立学校里面 没有我们所谓的霸凌 那我记得她在一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我来带她放学的时候 我看她一个人在那个 在洗那个他们画画课用的画具 那就只有她一个人在洗手间里面洗 我后来看到老师就把一个 二年级的学生抓过来 就讲了那个二年级的学生说 你怎么可以让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 一个人再去清洗这些画具 你们这些二年级的 应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做一些 所以我会 我觉得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把这一点 把这一点在小朋友身上观测得很好 到Max二年级的时候 他也很有耐心 也有去带着一年级 或者Kindigan的小朋友去念故事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们学校做得很好的 对 我觉得在他们这个年级的话 品格教育会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一点 这就是当初我们 也是我们选择会来这个学校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有一些人文课程 像花道课 茶道课 我觉得相对来讲 也培养他们一个传统的一个尊重 我还觉得学校在正式的教育方面 他们很注重阅读 他们每天会有固定的给小孩子阅读的时间 而且有很多书 在学校方面他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长书给他们去戒读 戒阅 那每隔一段时间 我会收到老师给我的 小孩子的reading report 或者说math report 那report上会show他的level是在哪里 是他现在的reading level是在三年级 还是四年级 像max他现在的reading level就几乎已经在三年级 然后他的report上面会show出他们是在 这个state average level 他是above还是below还是在average上面 那他会每一张report都会很低调的告诉我说 他的vocabulary念了多少 然后他的reading level在哪里 然后compared to state average 他是在哪里 然后同样的我也收到同样这样子的report在math方面 所以在这个 这方面我是完全不用担心 他会比外面公立小学的会落后 或者会有差这样子 学校里面有library 那所以有很大量的那个英文 小孩子他们每个年级的适合念的书 那他们有很多的中文的中文阅读的书籍故事书 而且他们的中文书是有汉语拼音跟繁体字的 所以这在外面是很难买得到的 对 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个中文方面书 他们有规定小孩子每个礼拜都会借书回去 所以像max他会每个礼拜借书回去 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看 跟他一起念 非常非常的好感恩您哦 今天接受我们访问 谢谢 曾经有一位家长说过 教知识的学校很多 但慈记的学校除了传授知识 更教育品德与礼节 如何让孩子从小建立健全的人格 是许多家长心中的期望 这也正是慈记大爱小学 深受许多家长肯定的地方 陪我们快乐的朋友 手拉着手儿新联系 一起努力向前行 共创美好的人生 陪我们快乐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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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天真的十字路心 还有骆驼的耐力 陪有十字的勇猛心 心心一力加上勇气 从何难关无患见心 乐观进去承担责任 追求一向一向光明 陪我们快乐的朋友 陪我们快乐的朋友 手拉着手儿新联系 一起努力向前行 共创美好的人生 自己的爱幼儿园 目前招收两岁六个月 到四岁十一个月的学童 独特的双语课程 启发式的教学以及优质成果 是家长投资孩子未来 客部龙款的名字选择 有两个校区可供家长选择 蒙洛伍雅校区 临近阿凯迪亚市 天普市 圣盖博以及阿罕布拉市 而另外一个核桃校区 位于菲尔卫以及 口里马的交叉口 请您钻石缸 奇诺缸以及罗兰缸 交通便利 欢迎有兴趣的家长们 来电洽询 你想为孩子安排一个 快乐有意义的春假吗 四季青少年活动中心 在核桃教育园区 举办2016年快乐儿童阅读营 日期是从3月28号到4月1号 每天8点半到下午4点 邀请6到9岁的小朋友来参加 报名截止日是3月11号 欢迎来电洽询报名专线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自然法则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避免讨论 与生死有关的话题 但是你的生命应该由你自己来决定 因为你是你 即使在最后的一刻 你仍然是最重要的 此季禁思书宣将在3月19号 星期六 取行一场我的生命 我做主的生命关怀讲座 要请生命关怀工作坊 与美华慈心关怀联盟的创办人 陈明慧女士来组讲 时间是下午的1点半到4点半 因为座位有限 请赶快来电预约报名 以免而满 来电请播我们的听友服务专线 909-447-8612 909-447-8612 今天我们慈祭是借爱在落成 播送到此 如果您对今天报道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 请播我们的听友服务专线 909-447-8612 909-447-8612 谢谢您的收听 下周六 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